其实我们皮肤在这种光线下 它受到的伤害 如果你能够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 它的抵抗力就会更强 所以我一直强调皮肤一定要保湿 你看在山区的女孩子 她的皮肤就白白嫩嫩 高原上那些女孩子呢 她的皮肤就相对比较粗糙 就是因为皮肤不够保湿的原因 因此我们要想抗光线的话呢 我们多多地给皮肤保湿 也是有效果的 防晒是女性一生的功课 所以我们如何科学正确的防晒 是非常的重要 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 古人用的就是中草药植物 白些植物呢用来防晒 为什么可以用植物 因为很多的草本植物呢 其实它们是可以抗光毒的 光照在我们的皮肤上 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种热源 那么它对我们的皮肤的这种烧灼感 其实相当于一种热毒 那我们首先呢就可以用一些 清热抗光毒的植物成分 来防护我们的皮肤 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 镇静安抚 清凉我们皮肤的中草药成分 所以我就选取了果人比较喜欢用的三样东西 就是黄芹黄莲和马齿线 特别是黄芹黄莲我把它们称为二黄 你看啊这两种草药呢 它们都是黄色的 而且它们的黄色是非常的好看 其实黄呢在我心中它是属土的 土呢是一个中正平和的一个属性 所以呢黄芹和黄莲呢 虽然它们是苦味 它们也清热解毒 但是它们跟其他一些清热解毒的成分 是不一样的 它们比较的中正 可以养护到我们的皮肤 我们用它们来做一个皮肤的 对光线的防护呢 就会对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友好 所以呢这个黄芹防护液 其实孕妇和小朋友呢 你也可以给它用 全家呢都可以用它来防护的 我是怎么样来使用它呢 我们不要认为防护液 你每天喷一次就够了 它是不够的 因为这个是植物成分 它非常的温和 最好您是在出门之前先喷一喷 然后带着它出门 每隔一到两个小时 你就补喷一下 这样一来有两个好处 第一呢 让这个植物成分呢 能够持续的来起效 进行一个防护 感谢您的详细 这就是这个人 在这个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